他講好六人在門口集合 5點半的時候他就說 下次還會再約我嗎 沒有 我覺得這種人 對反而就是我們 很要照顧妳的情緒 妳那個臉 會不會整個幾倍發涼 為什麼 不會發涼 對啊 這家好像好一陣子沒來打 五六年嘛 幾年前 生小孩前… 六年前 這麼久 我們剛剛調閱資料 妳上次還是2017年 六年了 怎麼可能 六年 2017年 妳上一次來的時候 因為妳媽媽比較常來 對 我們很常看到布蘭妮 布蘭妮 妳生完以後者身材還是一樣棒 謝謝 這就不容易 看不出來 對啊 也給完身後備 瑋瑜 最近懷孕了 動軟了嗎 沒有 什麼動軟的 瑋瑜懷孕了 歡迎 等一下好好來跟他聊一下 肚力常來不理他 來 這兩位已經 勞客人了 沒有 帽 是毛 你好 對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 毛 對 我的英文不錯 但是我住在日本 日本人嗎 對 我是住在日本的 你住在日本嗎 大丈夫 日本語的 日本語的 是 我剛剛住在日本 然後拍一些YouTube影片 就是 旅日 旅日的台灣人 對 在日本當YouTuber 對 拍Vlog比較多 接受生活什麼的 旅行的時候 也會去日本之外的地方 對 剛剛聽我這樣講 你會不會整個 擠背發涼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會 要不然妳起來我們看看 去 有沒有擠背發涼 向後轉向 看 真的 沒有 沒有 擠背發涼 好會Cue Same 好會Cue 嗨 會Cue了 思佳 趕在妳面前穿著 怎麼都穿了 那我只好先破 先破 真的不發涼 要嗎 戰鬥服裝不拿出來 跟他屁股 战斗 那個Supray也就變好球 寧願自己玩也不要雷隊友 各位 機場也是要飛機座位的 是 是一倍 厲害了 來 我們把這個好球的事情 講一講 去哪裡怎麼會球 沒有 我覺得要看跟誰去 因為你知道去哪裡都不重要 可是如果你去 去再好的地方遇到很鳥的人 也是我很生氣 旅辦真的很重要 而且有些人是出去前好朋友 一回國 變成人多 很多 因為你知道像我就最討厭的 就是那種出去之前 都說都OK 都可以 沒問題 隨便 一到那邊都不可以 很多這種人 吃東西超多意見 對 然後 毛很多 毛很多 毛病很多 沒有 就是你跟他說 那他想不到 然後你就說那我們吃西餐 還好 還好 那吃日料可以吧 可是我沒有很喜歡吃生的 然後你就要一直幫他想 一直幫他想 然後想到最後 大家吃飯的氣氛就也很不好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去日本 日本女生去就是逛街 就是要走到腿斷掉 飯店只是回去過夜的地方 中間都是過程對不對 我們就講好說我們要一直逛 他說OK 沒問題 我逛第一間 他就跟在我的後面 我說怎麼樣 你也喜歡這個風格吧 應該不太可能吧 他說沒關係 我就到處看看這樣 然後因為你知道旁邊有一個人 你就會有壓力 對 那我就回頭跟他說 對 妳愛逛不逛 試一下 對 他說沒關係 我就在這邊這樣 然後15分鐘後 他就說 請問你還要很久嗎 超煩的 我才剛開始 對 好像是妳的問題一樣 妳這個就沒有找到 志同道合的人 沒有 因為出發之前 他就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他看起來是很OK 他都可以 到那邊 他突然間他就都不行 然後逛一逛之後 而且明明就講好說 6點在門口集合 因為他有別人 我們就分開來了 但他講好6點在門口集合 5點半的時候他就說 我肚子了 5點2 我們可以先去吃飯嗎 然後就這種哭腔你知道嗎 我們長這樣也不好拒絕人家 免得回來又被人家講說 對 我們態度不好什麼的 不只是表情 沒有啦 不要穿機長的衣服 就可以這樣講人家 我們是可以客訴的 飛機就機長追他 說把他趕下飛機就真的這樣 可以喔 好 你說的都是 所以他就是 這種人不要帶他去了 沒有 然後後來就 大家就弄得就很累 然後吃飯就是 反正後來就都順他的意 然後大家就都配合他 然後吃飯的時候大家就沒什麼講話 他竟然就說 你們是不是在生我的氣 這種講話方式 你又是大小氣 真的我想把他脖子現場扭斷 對啊 然後你還要變 他是女人中的男人獅子座 很飄悍 所以你在那裡跟他傻家 你要捏著自己的大腿說 怎麼會呢 我覺得我們沒有生氣 你們下次還會再約我嗎 沒有 我覺得這種人 反正就是我們還要照顧妳的情緒 妳那個臉 妳那個臉 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就好像很生氣 而且還要問 還要問 還要問 然後妳就要一直說沒有… 妳這還好 那麼好糗 對不對 這沒有很糗嗎 就是雷隊友 雷隊 以前不是玩很大 另外一個節目出外景 我們住得還真不錯 一棟一棟 一戶一戶這樣 很好啊 獨立的 然後都在一面對都是海 就那種VILA型的是不是 怎麼可能凌晨2點 幹嘛 他敲門 人家敲你們 對 不可能 來了 男生女生 不是啦 你怎麼會講出來 有錯覺 一會兒又翻過來這樣 砰 砰 砰 暗號 還有節奏 然後關心 我趕快 因為我都是光溜溜 全身都全裸 裸碎 整個毛這樣 哇 這毛 什麼 你說那個毛 太多了吧 40歲這樣 趕快輸一輸 趕快 糟了 都在浴室裡面 衣櫃隨便拿了一個浴袍 披了 整個披起來 那合理啊 那就趕快 一定有急事嘛 對啊 2點多了 而且會敲這麼急 一開門 門一打開 誰 誰 這麼大 女生 天啊 我就跟她講 這麼晚了 明天再說好了 門就關起來 不好意思 關不起來 手伸出來 NO 腳 卡住 卡住 後來只要請她進來裡面坐一下 對 怎麼辦 欲知到詳情 請看我的FBIG 好 這樣還會怎麼講反一下 不是長粉的 現在都會講 學在裡面 還有呢 沒有 我跟你講 還有一種最怕的 就是跟長輩出去 尤其是自己的爸媽 你就不好喊扣他們 因為你出去就是孝敬之地 再怎麼樣 對 然後那一趟路是 中間有一個行程號 就是坐SPA 大家就 舒服的 舒服的 一上車 要到下一個景點的時候 我爸就突然轉頭 因為他坐我的前座 我還想轉頭過來 他說 我有一個東西忘了拿 我說 因為他很少掉東西 他很謹慎 他跟我媽媽完全不一樣 OK 他爸爸以前是 法官 法官 對 然後 他就說他有一個智慧型手環 他就沒有帶那個 他就覺得他沒有安全感 他說 我的智慧型手環 好像剛坐在那個SPA中心 我們就趕快幫他 就跟導遊講 然後什麼 然後全部人都找過一遍 車子繼續開 對方就回應說 真的沒有那個手環 他就慌了 他就覺得他接下來行程 少一個東西 他就覺得他很難繼續 他就在車上這樣一直翻 全部人 整車連其他團員都趴在地上找 找半天 然後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 那可能真的就在SPA中心 我們再打電話問人家這樣 然後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只戴著一頂帽子這樣 他就可能早了他也熱 一拿下來 他就轉頭跟我講說 不用再找了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我找到了 我說怎麼可能在家找到 在我帽子裡 一直戴在他後上 怎麼可能沒有感覺 他就是 我跟你講你知道 因為老人家帽子都空戴 中間他不是壓下去那種 他就是丟下來丟在帽子裡 他怕他會忘記 他丟帽子裡 然後他戴上去的時候 他就直接這樣戴了 然後那個手環從頭到尾都在 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 然後他也沒感覺 然後一直到他發現的時候 他也不好意思 也不能生氣 你不能生氣 你也不能戳破他 你也不能跟全車子說 找到了 站在帽子裡 你也不能這樣 你不能說白癡喔 在那裡 不行 要不然他會很糗 也不行 要懂得體諒 對 現在不是一條過夜 像我三個女兒 他們要購物 東大門 韓國對不對 對 東大門 我們怎麼逛你知道嗎 進去不知道多久不知道的 來 他們就先把爸爸帶來 來… 請坐 好不好 坐好了 來 這裡有美女 你要什麼 先幫你點好 好不好 你東西擺這裡 旁邊這裡有個地方 對 你想呼兩口 也可以 就在這裡 好不好 他們就進去 有沒有 很孝順 小一點多 對 晚上七點 真的 來接你已經是七點了 你差不多吃兩餐 我已坐在那邊 回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那裡工人拍照 吳宗憲 還抱人心 還趕我每一個拍拍拍 他坐在那邊都不會照 我是宅男 我坐六個鐘頭七個鐘頭 好不可怕